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会 不会的 不管是谁 我要祝福那个送我模特的人 我祝福他 希望他吉星高照 授予天奇 你好 妈妈 看起来很高兴嘛 怎么样 见到满俊涛叔叔真的那么高兴吗 是 要知道你这么高兴 我们应该早一点去 对吗 觉得去了俊涛叔叔那儿 妈妈会更安全 所以我更开心 需要帮助吗 这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我去帮妈妈吧 掌声 出发前 妈妈有话要说 这段时间 你受了很大的苦 你自己一直忍着 妈妈心里很感激 可是又觉得对不起你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苦了 您不说我也知道您的心思 我知道妈妈因为谁才受了这么多苦 也知道妈妈的苦衷 所以不用担心 无论何时 我都站在妈妈这边 只要妈妈能幸福 我什么都能做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您 谢谢您生下了我 还一直守在我的身边 你去和朋友们告别了吗 还没呢 明天我们要把行李运往北京 还要动身 会很忙的 咱们比预定的去得早 俊涛叔叔会高兴的 再过两天就能见到俊涛叔叔了 真想早点见到他 挺想他的 真的吗 妈妈也想他了吧 是 我快点把这儿整理好 再去帮您吧 好啊 那你跟我下来吧 好 能跟徐爱琳打声招呼就好了 也就是说你怎么都不能回家了呗 反正我现在不能回去 我要等拿到钱才能回去 那些受谴责了 你准备干什么挣钱啊 我什么都可以干 我可以送报纸 还可以送牛奶 你早干嘛去了 还偷什么东西啊 你就不想想 你父母不惦记你吗 他们睡不着觉的 我爸妈早去世了 姥姥和姐姐 总之 你不惦记姥姥和姐姐啊 我怎么不惦记啊 我对不起姥姥 也对不起姐姐 别哭啊你别哭啊 别哭啊别哭啊 我跟你说啊 我最受不了女孩哭了 女孩一哭啊 我后背就痒痒 我是脚痒痒 我屁股痒痒 那怎么办好啊 姥姥她肯定是回不去了 她又不是个男孩 把这么一个女孩赶到大街上 作为我们男人呢也不应该呀 再说还未成年还是个女学生啊 是啊 这丑小鸭不是更危险吗 好 那我们给你凑车票去 真的 但是 在给你凑齐钱之后 你必须离开 是 还有啊 你住在这期间还要继续打扫卫生 当然了 吃吧 真的 谢谢 慢点吃 好 还有啊 这吃饭的钱你得还清了才能走 知道了 一直以来 得到了你们很多的帮助 没能到达就要走了 还请吃晚饭 站长 大宝妈 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们 谈不上什么帮助 是啊 这是应该的 真是太感谢你们二位了 你们的恩情我一定会记得的 这还有话说 就好像咱们的交情到此结束了 是啊 我们过一日也要去北京了 到时候在北京见不就行了 是啊 是 你看我光顾着聊天了 忘了给你们带点菜 别麻烦了 不麻烦 刚到一个新地方 没吃的多不方便 是啊 就给你们带点今天吃的菜吧 真是 艾琳 什么呀 听说雅飞把你们的积蓄都拿走了 什么 雅飞把钱都偷走了 去 啊 那个听说呀 有人帮你们找了房子 还出了搬家的费用 好人哪 但是你得有点应急的钱哪 是啊 不行 我不想到最后还麻烦您 不不麻烦 这钱也不多 这是你应该得的钱 是 这个月的工资 还有奖金 你不是想把我变成剥削劳动人民的地主老财吧 啊 拿着 拿着拿着拿着 你拿着我 那 就 太谢谢你们了 姥姥 我回头再整理吧 您再多睡了 人老了就没那么多觉了 睡不着硬要睡也难受 转学的事怎么样了 我已经跟老师说了 老师说我到那就可以办 要是能找到雅飞的话 也能一起办了 太谢谢她了 咱们得快点找到雅飞呀 免得给老师添麻烦 到了北京 我一定会好好找她 好 今天是最后一天吧 我本来想明天也送来着 但是镇长极力反对 您就不用担心了 那我去了 路上小心 嗯 最近怎么也不撑桃了 好 再见 张盛 你 对 你 你 那只只眼神老板 心眼哪 那只只眼神老板 愿命成长 只留下狠心的一枝花 梦是文献一光疼 妈妈 妈 叫我呢 爸爸在问您话呢 怎么不回答呀 对不起 刚才想事都没听见 想什么呢 那么专注 是有一点挺重要的事 因为 我不是接手了 大纳集团 董事长儿子的结婚礼服吗 因为是挺重要的客户 我不想有什么闪失 这两天一直琢磨这件事 她重要 你不重要 你是谁 你妈妈是谁 中国一流的色彩专家 一流懂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她永远不会让她觉得重要的客人 不满意 好了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说周末的安排 上回周末你不是偏头疼吗 偏头疼 我就又想到这个周末咱们上哪儿去 还疼吗 好吧 听你的 好羡慕妈妈呀 爸爸这么爱你 我以后也要找一个爸爸这样的男人 那么宠我 我们小姐要嫁人啊 不行吗 你爸爸怎么办 你不是说爸爸一直是最好的吗 爸爸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但是早晚有一天我要吓人啊 爸爸不舍得 这是在这儿过的最后一夜了 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 当然有感情了 突然就这么离开了 是不是也舍不得 舍不得有什么用 反正你上了大学 也要搬到北京去 只是稍微提前去罢了 对了 这是我们在北京的住址 真是太感谢那个人了 到了北京以后 我一定要好好地拜见他 然后感谢他 我去吧 我去谢谢就行了 那不行 到时候我要告诉他 我以后成功了 要好好地报答他 去吧 去吧 差不多了吧 徐爱琳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啊 有个东西要给你 有东西给我 我 你的那台自行车啊 一看就要快下岗了 当有人不声不响地冒出来的时候 你肯定会冲向他 什么 那你的意思是 要把你的自行车给我 唉 他对你情有独钟 自行车 我 我的自行车 喜欢手口如瓶的女孩 可是 你也知道 比起骑自行车 我更喜欢跑步 如果你不要的话 那我送给别人了 谢谢你 你怎么 还没有回家呀 我送你 我 我还没完事呢 我还有点工作要做 所以 还没回去 你胆子可真大 如果 你想让我进去 边看你干活边等 也可以的 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一时半会儿还完不了 再说 我也不太习惯别人看着我做事 你还是先回去吧 不要算了 现在已经晚了 等一会儿更晚了 会不会很危险呀 你这样是在担心我吗 难道 我会担心天不怕地不怕的 许爱莲吗 我只是打算回家路上 顺便送送你 我走了 保重 保重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搬走了 真的 再见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非常想你 我会非常想你 好 好 原来 你也不是冷漠无情 你也有另外的一面 今后再也见不到了 你走以后 我也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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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的 对不起董事长 我来晚了 没事 是我今天出来的太早了 他今天到吗 对 朴会长还下他在酒店吗 是 但是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是啊 得平安到达才行 所以我才叫你来 一方万一 比起我来 你出面 不会打草青蛇 我给你写的地址 那张字条 你好好保管好 到了北京 一定去我家串门啊 一定一定 姥姥你们这一走啊 我们全家都得想一份 是啊 快点哪 得联系啊 是 这孩子干什么都出色 到北京一定错不了 那当然 咱们艾莲啊 是一个远大抱负的孩子 这大鱼啊 就得在大池子里施展才华 在咱这儿憋屈了 艾莲啊 又聪明又善良 一定能是个出色的孩子 就是就是 艾莲啊 到了北京 一定要实现你的理想啊 是 我会努力的 好 一直以来都是二月的照顾 辛苦了 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啊 你没有保重身体啊 艾莲 我们也会搬到北京去 到了北京 你会嫁给我吗 你这傻小子 是不是 孩子不懂事 真是 你这傻子 真是 是不懂事 你 走这边 走吧 哎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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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这个包青来您拿这个 哎呀哎呀哎呀 姥姥 哎呀 您得保重啊 哎呀 艾莲啊 照顾黄姥姥啊 好 保重啊 来 哎 姥姥 我还真是舍不得您呢 好 慢走 回去吧 来信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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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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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了 我来吧 哎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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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跟我 这点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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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行 augus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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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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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 我要去洗手间 去吧 姥姥 我要去洗手间 去吧 妈妈 我过去透透风 别坏了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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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这个多少钱吗 你知道吗 怎么这样啊 还没有 先下 如果呢 我已经快管不住我的嘴了 可千万不要相信我 你这个不守信用的人 只知道逃跑 所以我再也不可能 保护你了 简单的说 就是色彩专家 我要成为全中国 一席全世界 最著名的色彩专家 我要祝福那个 送给我魔兔的人 我祝福他 希望他极心高教 授予天急 那就这样断了吧 心啊 那就这样散了吧 拼命正着 怎么办 在火车上有没有地方躲啊 正生 你 你 你 张生 你上次干什么 你 你干嘛你 对不起 对不起了 对不起 对不起就行了 对不起就行了嘛 对不起就行了嘛 你们怎么办 我在杀了你啊 陪你就是了 陪你怎么陪 陪你什么陪 陪你怎么陪 你 你就是个 满混蛋呀 你活着你打 没错 妈妈 妈妈 我帮我帮你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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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过现在看来需要你亲自出面了 难道被发现了吗 那倒没有 我马上都行 辛苦了 记者见到他们之后通知我一声 别忘了 知道了 还是老朋友好啊 叫你一声你就从中国跑来 谢谢你啊 大老爷跑一趟 怎么搞的 路你所见 我成了患者 那不舒服 浑身上下都觉得疼 所以 我就不能好好地招待朋友了 对不起啊 现在 你要平心静气地听我说 可别下着 程秘书 程敏今天的状况怎么样 听特别护士说 今天状态格外好 是吗 是 或是说可能是因为朋友来访 所以才见好 朋友 哪个朋友 就是那个从中国来的留学生 您还记得不 哦 马俊涛 对 听说他不是在北京做生意吗 难道 真的是那个叫马俊涛的朋友来了 是 定性发展到什么地步 我比别的 我比别的ALS患者强多了 我比别的ALS患者强多了 怎么会这样 我不想 让颜希和张盛他们 看到我就要死去的样子 我想给我的爱人 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这要求不过分吧 不过分 我拜托你的事 你能办到吗 我想来想去 在我身边能帮助我的人 也只有你了 可是你已经很想他们 能想吗 忍着吧 只要颜希和张盛他们过得好 我什么都能忍 聪明 你也能幸福地活下去 一定有什么办法 能治好你的病 君头 我 世界这么大 不可能没有治不好你病的药 别放弃 咱们来找 我来找 我一定能找到 只要你能听到我找到药就行 只要你能听到 只要你有这份心 我就满足了 所以我不用去找什么药 你是说 成敏 把我们母子俩 托付给你了 让我们跟你去中国 为什么突然 成敏 怎么就把这事 托付给你了呢 成敏说他很长时间以来 没能好好照顾你们 所以 我知道 是爷爷的关系 他很难到这里来 也很不容易打电话 可是我这些都不在乎 他很难到这里来 也很不容易打电话 可是我这些都不在乎 那我也不愿意离开这里 因为 这儿有成敏啊 我儿子也一样 我不会去的 我不会去的 绝对不会告诉他我生病的事情 他也是知道我生病的消息 他会马上跑过来的 他不会陪下我一个人 就这样走掉的 我对他什么都没做过 什么都没做过 我怎么能把一个 生病的人 交给他们去照顾呢 绝对不行 会让先生正了办案相关的法律少许 要把振宇带走 只把振宇带走 让他上他们家户口 你也知道 成敏正在全力阻止这件事情 但你也知道 成敏绝不是会长的对手 成敏让我把这个 转交给你 这是 这是他的日记本 成敏一边思念 和真影一边写的日记 他生活得还好 他的身体好吗 妈妈 妈妈 我回来了 妈妈 这是谁啊 这是爸爸的朋友 爸爸的朋友 不可以放重要吗 不就是说了 但是什么时候 意外叫我 你们吃饭这样 这是在这儿 我要让你吃饭 即使就样了 在这儿 我想问你 把吃饭 这个包都不安排 要有意思的 stein 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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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 不要哭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没有 没有 妈妈 怎么了 没事 妈妈只是不知不觉 扬起来过去 妈妈是不是很没出息 妈妈如果没出息 我就是没出息的儿子了 到了最后 妈妈还让你活得这么累 快别说这样的话了 我倒觉得 挺刺激挺有意思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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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还没到啊 姥姥 没事 您再睡会儿 再过一会儿就到了 您再睡会儿吧 听说她要搬家 难道搬到 刚才下车的那个地方吗 早该来电话了 喂 董事长 接着了吗 接到了 好 路上小心点 马上接他们回来 好的 对不起了 可是没有别的办法 那个徐亚飞 徐爱莲的妹妹 秀娥的老二 突然离家出走了 怎么办好啊 我得去北京找她 去北京找她 去北京找她 您没事吧 哦 没问题 您来 我休息一下 嗯 我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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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后来 了 你为您才没 alcanz 你就是宗监 是圣 sapぜ 没有 还有你 很重要的 我想问一下 这上面的地址怎么走啊 从这一直走 前面有个路口右转 再走五分钟就到了 谢谢啊 老了 谢谢 走吧 你说那个人是不是长得很像我爸爸呀 所以您才老那样看着人家 谁说不是呢 虽然你爸爸长得比他要更帅一些 不过真的有很多地方长得像你爸爸的 我一开始也感到特别的惊奇 咱们快走吧 就前面 来 你看 好像就在前面 你看看 写的什么呀 是这儿 三号门啊 这里住好几尖呢 那北京有个落脚的地方 好像做梦一样 我们见秦吧 这儿 比想象的大一些啊 说的也是啊 马上就得睡觉 还是先把卧水收拾一下吧 嗯 烟熙 湘云 叔叔 我们来了 来了就好 真的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好久了 一路辛苦了 说的哪里话 您派车接我们 我们一路很舒服的 来 让叔叔看看 都长这么高了 我能抱一抱长大成人的阵语吗 当然可以了 妈 妈 妈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呢 没事吧 原来想喝杯水来的 一不小心救我 救我 你们伤着哪儿吧 没觉得疼 怎么一点都不觉得疼呢 怎么了 妈 妈 怎么回事 小姐 你妈怎么了 爸 你看妈 爸 你看妈 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真是太可怜了 都说我不好 都怪 都怪就都怪 妈 你的手 别碰着玻璃卡子 龙儿 去帮你妈拆去 快 妈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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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个杯子嘛 什么大不了的呀 走上楼睡觉去 快 慢点 摇摇 你最近怎么了 总是怪怪的 我自己知道 我非常清楚 十年 偏头疼了 你看你生完结儿和龙儿之后 就得了产后忧郁症 那会儿也是 你老是一个人在喝门酒 但是我也没办法 你到底是心里难受啊 还是身体上不舒服 是心疼 实在是太疼了 疼得我连大声喊叫的 练气都没有了 你可以跟我说呀 我是你老公吗 你什么事都自己扛 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你吗 因为我没办法说出口啊 绝对不能说出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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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脑子里全是她呀 不行不行 又睡觉 又睡觉 又睡觉又睡觉 欢迎转到我们学校来 长得很帅嘛 谢谢您 成绩优异 运动能手 还获得了作文比赛的奖项啊 很厉害嘛 就是运气好些罢了 继续加油哦 麻烦你递给我粉笔和出金表 好吗 好 还有一位转型生 怎么还不来啊 请问是高颜老师吗 是啊 我是徐爱琳 你们俩相互认识啊 呃 是 我们是老乡 哦 是这样啊 从同一个地方转学到这里 又被分配到同一个班级 真是非同一班的缘分呢 哎 您天下来的吗 哎 说你们俩呢 这我们去做 哇 哇 姐 嗯 你看看啊 你们怎么样怎么样 真的啊 你敢帮我照得多好看啊 我去 你看这吧 我应该是 你们家带我一块儿去 你带我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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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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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请大家安静 大家都看到了吧 我们班来了个转小生 而且一下子来了两个 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叫张生 请大家多关照 大家好 我叫徐爱莲 以后请多关照 哦 好 好 好 哦 好 好 好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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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张生坐到礼节旁边 坐我旁边啊 徐爱莲坐到李一龙旁边吧 徐爱莲坐我边上吧 老师 来老转小生 就这样拉倒 太可惜了吧 有什么可惜的 那你想怎么办呀 要让他们表演一个节目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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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那表演一下吧 徐爱莲 你先开始 鼓掌 我也没有什么拿手的 那我就边唱边跳吧 哇哦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 你就是台湾匹